对于我们国家这门金牌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因为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另一个项目上多过历史 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今天发挥特别的完美 然后包括给大家都是一个眼前一亮的表现 让中国对家人的比赛能够更好 我以前就是从去年红车二维会开始 一直都是这个战术 前众装获成立 去年我接受了二十九次检查 从来没有一次阳金 包括今年从冠军赛 就五月份到七月份也是有二十一次检查 也没有一次阳金 今天是我来这边第二次检查 就是在内检查 没什么影响 因为他们都是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则以内抽我们 所以说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日常的训练就是对我来说 其实速度我们变得比较少 还是有样比较多 因为我需要做厚实 然后也是会有专门的科研团队去研究我们每一帧就水下的技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